圆角 圆角他会跟你讲什么 你要哪一边 我把它变成圆角 他本来是突出了两条线 对不对 那你可以用圆角 选这一条线 选这一条线 给他半径 他就帮你画完了 那这边也是一样 一条线 两条线 要变圆角 几度呢 这个地方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 这别注意是 15 这个地方是15 对不对 那15再加多少 40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40 他等于是 有点像这个弧 有点像一个圆 一个圆的一个部分 那越往外的话 这有点像半径 15对不对 然后往外再加40 所以这个就是55 OK 我们来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里的话 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法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把底下的那个 矩形先画出来 因为矩形的部分 先这里 画一个ad 小老鼠多少 50 6.8 OK Enter 底部先画完 然后呢 再画 线段 终点画上去的话 22 Enter 然后空白键 再来做偏移 再来做偏移 偏移 20 因为 他的那个左右40 然后我这边偏过来 我这边偏过来 OK 好 做完毕之后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要来做 近色的话 那你近色之后再来旋转 或者你干脆直接一次做 那一次怎么做呢 特别重要 你可以先画一条辅助线好了 因为你如果没有把握 我建议你可以 机座标 22.5 先点下去 然后画一条线 先在这个中心点的地方 怎么样呢 先画一条 这一个 先画一条辅助线 那辅助线是从这一点 有没有 拉一个 22.5的 有没有 这时候22.5 点一下 长度不屈 你只要是25 22.5的线都可以 接下来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将来要近色的什么 近色的这个 两点 OK 那近色怎么说 第1个近色 第2个他问你物件嘛 所以你用那个 虚线的方式把这些通通选取下 然后按个空白键 下来的话会出现什么 指定近色第1点 那如果说呢 你指定近色第1点就选这里 指定近色第2点就选哪里了 选这里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变成 本来如果你近色是一般我们是这样吗